汉光五帝建武十七年 公元四十一年 农历十月新寺 汉光五帝以怀世怨怼 数为教令 不能抚循他子 殉长异事的理由 下诏废除了他当时的皇后 郭盛通 改立他的原配妻子 贵人殷丽华为皇后 在中国历史上 皇后或是因为朝政斗争 或是由于感情变故 被皇帝废除 这种例子翻阅史书 比比皆是 当然被废的皇后 以及他的娘家 还有他所生的皇子 往往也都是下场凄惨 可是汉光五帝的这次废后 却是与众不同 因为光五帝在下诏 改立皇后的同时 还下之给群臣 说是异常之事 非国修复 不得上寿称庆 意思就是说 改立皇后这件事 并不是国家之福 所以不允许群臣上遭祝贺 而且光五帝在废除了 郭盛通皇后之位的同时 仍然保留了郭盛通 所生的皇长子刘强的太子之位 而且还把郭盛通 所生的其他四个儿子 同时从公爵提升为王爵 其中郭盛通的次子 被封为中山王 所以郭盛通虽然失去了 皇后的尊位 但却获封为中山王太后 仍然是东汉皇室之中 地位尊崇的长辈 而且还免去了和新皇后 同在光五帝后宫中 排序尊卑的尴尬 包括郭盛通的弟弟 也被转封 扩大了封地 后来郭盛通的长子刘强 是一再立此太子之位 这样光五帝才在两年之后 改封刘强为东海王 立因立华所生的长子 原来的东海王刘庄为皇太子 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刘强虽然失去了东宫正位 但是光五帝认为 刘强并不是因为过错而被废 去就有礼 所以特别允许他在封地 使用皇帝的仪仗 而且东汉的藩王 领帝最大不过一个郡 可是刘强被封为东海王之后 除了原本的东海郡之外 汉光五帝还把临近的鲁郡也分分给他 因此刘强的东海国地下两郡二十九县 堪称是东汉的第一大藩国 由此看来 光五帝对于郭盛通和他所生的这几个儿子 还是很有感情的 那既然如此 光五帝又为什么一定要废除 郭盛通的皇后之位呢 这当然不是因为什么 世幻当作执金屋 娶妻当得殷利华的爱情中贞 而是由于郭盛通和殷利华背后 所代表的东汉开国元勋之中的两大派系 在光五帝从无知无权的一届 闲散宗室 成为了中兴大汉王朝的 氏族光五皇帝的这个过程之中 有两拨人对他的帮助最大 首先就是光五帝的南洋老乡 这些人和光五帝相识于威莫 共力金心 绝对是光五帝嫡系中的嫡系 铁杆中的铁杆 比如殷利华的大哥 执金屋 袁禄侯殷石 除此之外 在光五帝脱离更史政权的过程中 出钱出力 帮助光五帝剿灭王郎 抚平河北 为光五帝的把业鞠躬尽瘁 推波助澜的 是河北当地的世家好想 比如郭盛通的远房表哥 东郡太守 东光侯耿纯 无论是当初 郭盛通在他的亲舅舅 刚刚因为谋逆罪 被处死几个月之后 就获封为皇后 还是如今 在陪伴丈夫十七年 但与五位皇子之后 最终被统一天下的丈夫 废去后卫 郭盛通这一生的起起落落 包括他的竞争对手 殷利华的人生起伏 这都不过是光五皇帝 平衡朝中派系 维护政权稳定的策略与手腕 不过生活在这个帝王之间 还是值得庆幸的 因为光五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开国之君之中 绝对算得上是仁慈之主了 不管是在异后之后 善待郭盛通 以及他的儿子和娘家 还是说在夺取天下之后 善待手下功臣 光五帝从来都是依靠着安抚和赎买 而不是兴起大狱 来解决皇帝皇子外戚功臣之间的权力冲突 而作为东汉勋贵中两大集团在皇室中的代表 光五帝的这两位皇后 也都十分理解和认同光五帝这一番良苦用心 因此虽然光五帝费力皇后更毅储君 但是郭盛通和殷利华 以及刘强刘庄兄弟之间 却能够做到不生贤习 没有引起臣下以及后世的议论 纵观中国史册 这也是颇为难得的 可惜天意时常不随人愿 一生宽厚简易的光五帝 还是在晚年兴起了一场大雨 汉光五帝建武二十八年 公元五十二年 东汉朝中发生了一桩大案 寿光侯刘礼派门客刺杀了侍侯刘公 这位寿光侯刘礼是庚史帝刘玄的儿子 当初赤梅军攻破长安之后 庚史帝向赤梅军投降 后来因为赤梅军军机败坏 在关中失去了民心 为了避免庚史帝东山再起 赤梅军就杀害了庚史帝 而早在长安城破的时候 庚史帝的妻儿就逃离了长安 在庚史帝的堂哥刘次的保护下 投降了光武帝 当初光武帝的大哥刘衍被杀之后 一直劝说庚史帝善待光武帝的 正是这位刘次 因此光武帝接受了刘次的归降 而且还把刘次以及庚史帝的这几个儿子 都封为了侯爵 至于被害的侍侯刘公 正是当年赤梅军所拥戴的天子 刘盆子的长兄 所以刘里在想要杀死刘公 为父报仇 不过其实平心而论 刘公和刘盆子兄弟 只不过是赤梅军手里的傀儡而已 而且庚史帝投降赤梅军之后 一直竭力保护庚史帝的 正是刘公 在庚史帝遇害之后 刘公还冒死杀死了杀害庚史帝的 赤梅军将领谢露 为庚史帝报仇 所以刘里这一番操作 可以算得上是打着 为父保仇的名义 恩将仇报 对于刘里一派门客 刺杀刘公的罪行 光武帝十分震怒 这不仅仅是因为凶案本身 更是因为这些宗亲王侯们 对于皇权的末世 因为早在之前的建武22年 光武帝就曾经专门下诏书 重申了西汉时代确立的 禁止宗室结交宾客的法令 可是如今看来 这道圣旨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于是光武帝立刻下令 逮捕刘里和他的门客们 一番审讯 发现刘里的一个至交好友 二皇子配王刘府 门下也有门客牵涉其中 因此刘府也是被捕下狱 关了好几天 门下的门客纷纷被捕 当时刘府的生母郭盛通 刚刚去世不到两个月 据说很多涉嫌凶案的配王门客 就在配王府里 被直接杀死在了郭盛通的灵位之前 之后光武帝下诏 命令搜捕王侯门客 被牵连处死的多大上千人之多 而后虽然刘府很快就被释放 也没有继续受到什么处罚 但是郭盛通一戏 还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原本光武帝所有的儿子 当时都留在京师洛阳 但是刘里一案之后 郭盛通所生的五位皇子 除了年纪最小的十皇子之外 全部离京就藩 而且光武帝西夏 唯一一位生母既不是郭盛通 也不是殷丽华的三皇子 楚王刘英 也跟着一起离开了洛阳 前往楚国封地 此后留在京师的六位皇子之中 除了十皇子之外 全都是殷丽华的儿子 很显然光武帝 这是借着刘里一案 进一步打压郭盛通所生的儿子们 为殷丽华的儿子刘庄顺利继位 铺平道路 至于说这一切的幕后主要推手 究竟是光武帝本人 还是殷丽华背后的南洋集团 这就众说纷约 见仁见智了 然而光武帝生前 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身后 真正站出来挑战皇权 搅扰朝局的 竟然是殷丽华的儿子 光武帝去世之后 他和殷丽华所相的长子 四皇子刘庄几位 这就是汉明帝 汉明帝刚一登记 他的同胞兄弟 八皇子山羊王刘京 就立刻行动了起来 刘京伪骚了一封 郭盛通的弟弟 大红炉 杨安侯郭矿的密信 派人送给东海王刘强 怂恿他起兵夺位 然而刘强并没有 争夺天下的野心 因此收到密信之后 不仅不为所动 反而被吓得够呛 他立刻命人 逮捕送信之人 把人和信一起 交给了汉明帝 之后汉明帝稍加调查 真相立刻就浮出水面 这封信根本不是郭矿所写 而是出自于汉明帝 同父同母的同胞弟弟 山羊王刘京之手 汉明帝念及古佑亲情 也是不愿让母亲殷太后伤心 所以只是命令刘京离京就藩 并没有过多的处罚 可是这刘京到了山羊封地之后 并没有老实 反而是想要趁着西枪侵扰的机会 起兵造反 结果消息泄露 汉明帝下令把刘京 从位于今天山东的山羊 转封到远离京师洛阳的广陵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 然而到了广陵之后 刘京仍然不老实 刘京到了广陵 听说当地有位大师 能掐会算 于是刘京就命人 把这位大师招进王宫 然后刘京就跟大师说 寡人长得特别像先帝 当初先帝三十岁得天下 今年寡人也三十岁了 你给寡人算算 能不能起兵造反了 大师一听这话 吓坏了 赶紧糊弄了几句 逃出王宫 然后牛脸就去衙门告发去了 收到了地方奏炮之后 汉明帝还是念及亲情 不忍众家处罚 只是下令撤去了刘京所有的疗属 派人把他软禁在了广陵王宫 然而之后 刘京仍然不老实 又找人做法 阻招汉明帝 结果再次被人告发 这次 刘京终于不用再麻烦他的皇上 四哥宽恕了 得知自己的罪行 又被揭发之后 刘京畏罪自杀 结束了他痊愈迷心的荒唐一生 在刘京之后 第二个站出来挑战汉明帝的 是汉光武帝的第三子 楚王刘英 根据史书记载 汉光武帝一共有11位皇子 其中五位是郭盛通所生 五位是殷立华所生 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位楚王刘英 根据刘英的排行 以及光武帝的人乡履历来看 这刘英的诞生颇有可能是当时郭盛通 怀有刘府 而殷立华上尉和光武帝团聚时候的意外产物 因此刘英在光武帝诸子之中 地位最低 最不受宠 成年之后所获得的封地也是最为狭小贫瘠的 可就是这么一位不招人待见的破落皇子 却在汉明帝永平13年公元70年冬10月被人告发谋反 说是楚王刘英秘密制造祥瑞 编造谶语 抑郁谋反 犯了谋逆大罪 而且告发刘英的人还提到 这楚王谋逆身边是有帮手的 其中一位是渔阳人王平 这渔阳就是今天的北京秘云 地处河北 而王平的出身也不一般 颇有些背景 他的祖父就是在云台二十八将里 排名第十八的府城侯王良 所以说王平也是河北集团的世家子弟 再一调查 郭盛通所生的两个皇子 汉明帝的五帝济南王刘康 七帝淮阳王刘延 还有郭盛通的远方表直 东汉开国功臣耿纯的侄子 岁香侯耿建也都牵涉其中 原本就对河北集团很不信任的汉明帝 立刻下旨 彻查此案 这次对于这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 汉明帝可就没了当初一二再再而三的饶恕 不断谋反的同胞弟弟刘京的那份仁慈和宽厚了 汉明帝下旨 楚王刘英废去王爵 发配丹阳 济南王刘康被削夺了五个县的封地 淮阳王刘延几乎被夺走了全部的封地 只保留府邻一县 改封为府邻王 这一番亲疏有别的操作 立刻就让朝中大臣们摸透了皇帝的心底 于是穷至楚狱 岁至累年 其词语相连 自京师亲戚诸侯 周郡豪杰 及考案立 阿妇作死习者已签署 而戏狱者尚数千人 意思就是说 朝廷极力追究楚王逆案 以至于经年累月不能停止 审理出来的供词相互牵连攀扯 从京师里的皇亲国戚藩王诸侯 到地方上的周郡豪杰 乃至于参与审案的官吏 因为被认为是参与谋逆 而被处死流放的多达数千人 即便如此 在监狱里仍然还关押着好几千 因为受到牵连而被捕入狱 但是还是没有来得及定罪的人 不仅是河北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 甚至就连身为南洋集团子弟的朗陵侯赃信 护泽侯邓礼 以及宗室出身的曲成侯刘健等人 也都被牵涉其中含冤入狱 就连光武帝母亲的娘家也被牵连 幸亏是皇室至亲 这才免遭处罚 当时的河东军太守焦矿 被牵涉其中 驱打成招 然后就病死在了发配的路上 之后焦矿的门生顾立 担心受到牵连 纷纷改名唤姓 远避他乡 但是这焦矿有个学生叫郑红 他坚信老师是冤枉的 因此冒死上书汉明帝 为老师申冤 据说汉明帝召见郑红的时候 郑红剃光了头发 背着刑具上殿 为老师申冤 负责神里楚王一案的世语是韩朗 以及楚国被废除之后 出任楚军太守的袁安 也都趁机上奏 说楚王一案牵连过广 其中有很多冤情 最后是在汉明帝的皇后 马适的一再劝谏之下 汉明帝就才亲自到洛阳监狱里 去审问犯人 果然发现不少人都是被冤枉的 根据史记记载 当时赞压的犯人 经过汉明帝的亲自审讯 被认定是无罪 当场释放的就多达上千人 之后汉明帝批准了袁安的奏折 楚军受到刘英一案牵连 而被捕入狱的四百多家 全都被释放 楚王逆案总算是划上了句号 顺便一提 这位袁安日后也是官运横通 在后来的汉张帝一朝 升到了司徒高位 成为了汝南元氏四氏三宫的第一代 汉末三国时代的袁绍袁术兄弟 正是袁安的玄孙 经过光武废后 楚王谋逆这两次打击 河北集团淡出了东汉朝廷 作为平衡南洋集团的补充 东汉开国功臣之中的另一个派系 西北集团因此崛起 后来几都占据了东汉皇后之位的 豆家和梁家 都算是出自于这一派系 最终真正终结了围绕着 大汉王朝皇后之位的派系斗争的 是汉明帝的武士孙 以脉官于绝而留名史册的一代昏君 汉灵帝 随着汉灵帝策立图护小辈出身的 和氏为正宫皇后 西北集团也好 南洋集团也罢 更不要说早就过了气的和北集团 所有功勋子弟对于后宫正位的争夺 全都就此鱼打风吹去 因为这大汉王朝的四百年天下 很快就会亡在这位和皇后所带来的 木猴而灌带 至小而谋强的国舅爷 大将军何晋的手里了 当然这是后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